我爱你 我爱你 我把小美教会了 干饭 干饭 吃饭吃饭 目前愣解四已经播完了全部的公演 而且复活赛也已经录制完毕 唐波虎和汪小敏拿到了宝贵的复活名额 决赛将有21位姐姐争夺成团位 刘亦云组中必定成团的四位姐姐是 刘亦云 美伊里亚 刘希君和卢靖山 全部印象には残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特に印象に残ってるのはパーハイのステージです 私がチェンボーアリアンさん初めてのコラボステージだったから すごく緊張していたのでよく覚えています 刘亦云从初舞台开始就有大魔王的人设 三公开始就是連創隊隊長之一 尽管在最后的武功遭遇了一些质疑 被吐槽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不顾隊友 甚至在双人舞台中不如曾可妮出彩 她的人气终究不是吹来的 她必定会成团 美伊里亚加蒙朗解释 让路人观众见识到了 她在国内二次元群体中的恐怖号召力 曾一夜之间超越了谢娜 成为断层式领先的人气王 芒果邀请她的这一选择堪称明智 不仅新增了大量芒果会员 而且节目的出圈确实有小美的一份功劳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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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子 METROы? METRO Vital 하는香� Ja METRO METRO メTR MTO 地铁 地铁 サブوэй Metro Metro MTR MTR DT DT Subway Metro Metro MTR 游戏金在浪解四中 并没有去年的港月集中吸睛 Wocal舞台只有归途有风 值得反复多刷 唱跳舞台更是浅长者止 努力确实是突破了 但结果不提也罢 全粉这件事情更是如此 当然了刘希君成团是没有悬念的 希望他之后能够脱脱参加 纯粹的音乐类节目 完全没有盐子汤 嗯 但是其实比你想象的好很多 就是有些人可能一上 一开始没有办法清楚没有盐子汤 你可以放一点蛤蜊 就是那个扇贝类的那个 海里面的那种蛤蜊 有 就是好像瑶柱那些算不算 类似那种 味道 因为咸的东西呢 海里面的东西 它自大有点咸味 是哦 那也挺聪明 其实是可以代替盐的 做什么 蛤蜊 蛤蜊 咸里 广东话 我觉得就是贝贺类的 我不知道 这应该怎么说 卢靖山绝对是愣解私中的大黑马之一 他在赛前的两大标签 是战狼二女主和韩庚的妻子 他本人完全不是自带流量的艺人 但是五次个人喜爱度排名从未跌出前十 三公甚至高居第三名 一直被质疑是皇族 不论卢靖山背后有没有人相助 或者是他的实力 确实征服了现场的观众 他成团同样没有什么疑问 你必须去成都 成都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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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盘达吗 盘达 盘达 黑 对 盘达 鱼 是 是 你知不知道 第一次我用了一棕楼 我不知道 我说 很多年前 我买了一个 但是没设定好 电动马桶盖 但是我没设定好 然后我就这样 再找 哈哈哈 那个画面也 哈哈哈 陈佳画组 并定成团的两位姐姐 是陈佳画和知福 陈佳画的浪姐四之旅 其实并不顺 但对成绩方面 五次公宴中 只有一公 拿到了四人振兴的第一名 而且当时还没有锁组 个人喜爱度成绩方面 直到四公才拿到第一 而且是唯一一次 但即便如此 陈佳画依然是本季C位的最大热门 或许说已经失去了悬念 因为没有谁 比她更加适合拿到这个荣誉 因为她的三大对手中 刘亦云和美伊里亚是外籍姐姐 而谢娜争议巨大 陈佳画拿C位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怎么办 小妹还没拿到礼物 真的是 真的是娜姐最快 你来个 你来个 来个这 谢谢娜姐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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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制服作为越南艺人 浪姐4开播前 算是小透明之一 在所有姐姐中 参赛前的国民度是倒数的数一数二 但她却能够凭借舞台实力和魅力 一公就拿到人气榜第七 之后也从未跌出过前十 说是浪姐4以来的奇迹也不为过 而且她是越南电视台引进浪姐版权的工程 成团无悬念 爱就要回忆 为什么比你懂 听听叮叮叹当当 Darling 呀呀 喂喂喂喂 好 陈佳化联盟中除了陈佳化和知福之外 宫林娜其实也有成团的可能 武功名次虽然倒跌了第十三 但是三宫和四宫都是第八 而且观众缘非常的好 是本季鲜有的几位没有被网友吐槽过的姐姐之一 谢娜组必定成团的两位姐姐是谢娜和朱朱 谢娜从被曝加盟愣解释 到如今武功结束 始终也是热搜的焦点 甚至某些质量不错的舞台 也因为它的存在而被尬黑 至于朱朱 个人喜爱的成绩 在四季所有演员姐姐中 应该仅次于第一季的宁静 拿到过两次第三 一次第二 一次第七和一次第八 再加上 她是本季金主的四大品牌新推官之一 她成团同样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成团名次或许不会那么靠前 至于谢娜联盟 黄丽玲和贾静文成团的概率也很大 尤其是贾静文 认为甚至是高于宫琳娜和孙悦的 一宫到四宫 每次都是稳步提升一名 武功依然在第十名 从最初的唱跳双碎 进化成了女团预选 她不断挑战唱跳的选择 算是扬长臂短 总上来看 尽管陈佳化拿到C位没有悬念 但是他们联盟可能最多成团三人 谢娜联盟至少成团三人 而刘以云联盟至少成团四人 也有可能成团五人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刘以云联盟 当然了 以上推测 基于本季成团位是十位或者十一位 如果节目组破天荒 设定成团超过了十二个以上的话 那么亦南平的姐姐就少了很多